這個閨蜜她其實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是一路二十四歲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要去哪裡工作 三十歲要結婚 三十二歲以前一定要生小孩 她的人生是有非常多的列列 照著列列列走的 然後也這樣子很順利的 她就結婚了 結婚之後她就 她本來就是很好的大學 然後很好的工作 畢業之後 工作結束之後 認識了她老公 她就直接回歸家庭 生了兩個小孩 那回歸家庭之後 她老公娶了 她原本只是上班族 後來她真的很有幫扶運 整個就變成 就是大豪門大企業的 這個執行長 賺非常非常多錢 那我朋友當然就不工作了 就在家裡相敷膠子 以及每天就是過自己的生活 比如說修指甲 洗頭 按摩 完全沒有跟社會有任何的聯繫 就是這樣子 然後直到 貴婦生活來著 對 直到後來不久前 她就 她老公就有外遇 那這個外遇可以說是 職業 遇到這個外遇 可以說是職業小三 千年狐離 那方宇 妳的底氣是來自於 妳覺得女人就是要有錢 對 因為我覺得剛才一開始 氣女姐有說 妳說有底氣是因為 遭逢就是很多的磨難得來的 我覺得沒有錯 還有很多的挫折 那因為我就是父母離婚 所以國小三年級 我媽就把我們帶來台北 所以就是做了很多工作 我記得我好像可以 十六歲可以開始打工的時候 就做過什麼泡沫紅茶店 然後做那個K書店的那個櫃台 就各式各樣的工作都做過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這樣子 我比較之下 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是那種一路順遂的 我真的覺得 他們會沒有辦法 從這個挫折當中得到 像我說我可以得到這種底氣 例如我有一個閨蜜 那這個閨蜜她其實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是一路二十四歲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要去哪裡工作 三十歲要結婚 三十二歲以前一定要生小孩 她的人生是有非常多的列列 照著列列走的 然後也這樣子很順利的 她就結婚了 結婚之後她就 她本來就是很好的大學 然後很好的工作 畢業之後 工作結束之後 認識了她老公 她就直接回歸家庭 生了兩個小孩 那回歸家庭之後 她老公娶了 她原本只是上班族 後來她真的很有幫扶運 整個就變成 就是大豪門大企業的這個執行長 賺非常非常多錢 那我朋友當然就不工作了 就在家裡相敷交子 以及每天就是過自己的生活 比如說修指甲 洗頭 按摩 完全沒有跟社會有任何的聯繫 就是這樣子 然後直到 貴婦生活來著 對 直到後來不久前 她就 她老公就有外遇 那這個外遇可以說是職業 遇到這個外遇可以說是 職業小三 千年狐狸 就是市面上 你可能上流社會 沒有人不知道這個人的名號 那她老公 我朋友非常的 就是運氣非常不好 遇到這個千年小三 職業小三 她老公就屌住了 屌住之後就開始都不回家 就是好多年都不回家 所以她就獨守空規跟她的小孩 每天這樣子 然後甚至於 最後我們所有朋友就勸她說 你離婚吧 你離婚吧 你離婚再站起來 你有這麼好的學歷 你曾經在這麼棒的地方工作 你一定站得起來 她就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自己獨立生活 我已經十多年沒有工作了 我沒有辦法離婚 我沒有辦法自己 自己去賺錢 我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這麼多年來 大家一直跟她講 她就是沒有辦法離婚 然後她就是願意 委需求全人 說她老公不回來 反正有給錢就好了 我還是可以養家 養小孩 結果最後 她老公就更得寸進尺 對 三年後 她還是離婚了 原因是因為 她老公的這個千年 就是千年狐狸 職業小三 發出最後通牒 你一定要離婚 不然我就跟你分手 所以她就被她老公 押去護證事務所 簽了離婚協議書 然後最後 就被她老公拿這份 離婚協議書去取悅小三 然後我就看到她整個故事 我就真的覺得 她真的已經失去 獨立生活的能力 她沒有辦法面對社會 她沒有辦法面對 她當出現這個小三的時候 她沒有辦法 有底氣去跟她對抗 她只能躲在暗處 小三不是才應該躲在暗處嗎 怎麼會是你這個正宫 躲在暗處呢 所以我就覺得 看到她就這個樣子 我覺得其實是滿心疼的 就我覺得女生真的是 不管你有沒有結婚 或者是你還在打拚的年紀 我覺得都要有自己的工作 就是像我就 我身邊朋友 很多人看到我就說 方雲家那麼好 你幹嘛這樣那麼累啊 我真的是比我公公還要累 就是 就有任何通告 我都會很想上 因為我就覺得 我從沒有通告 到現在大家會敲我 到我婚後 雖然是嫁得還可以 可是我沒有辦法 跟我努力的過去說再見 就是我沒有辦法 跟我一路打拚的 這些成果說再見 所以我就覺得 我自己身上有錢 我也不用看老公的臉色 我也不用躲在暗處 就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而且你還可以支配你老公喔 對 可以支配我 對 支配我老公就是因為 你知道就是像我們常常呢 帶小孩嘛 那帶小孩你在家裡很難熬 你就必須要出 我都會安排出國這樣子 那就是去年的暑假呢 我們就去日本 Long Stay一個月 那那個月呢 我們就從最南的九州 一路開車到東北 最北的仙台 就是這樣開車 開了一個月這樣 回來之後呢 我老公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你這一趟一個月的日本呢 兩年不能再排出國 兩年呢 全家不能再出國 我的 我呢 已經開車開到髖關節都變形 以及腳都變成扁平竹 請你不要再排出國 以及呢 我們那一趟花了幾十萬 你不要再排這種行程 然後呢 暑假過後 是不是就是雙十連假 那麼多天的連假 你怎麼可能待在家裡 於是呢 我當然又排了一個 去日本的旅行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不要去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你這趟連假 你這樣子出去呢 至少全家人也要花二十萬 我不要去 你給我退掉 然後我就跟 我就很帥氣的跟他說 我跟你講 我沒有辦法退掉 我帶你們去 這個錢呢 我認了 我就覺得 我就很大聲跟他說 這個旅費我認了 然後從 就是搭飛機 搭商務場 到所有的住宿 然後所有的餐廳 我全部都安排好 就這樣子 帶著他們四天三夜回來 回來之後 我的戶頭呢 就多了二十萬 因為 他就把這二十萬 因為他就玩得太開心了 就是 我就覺得我不用等你啊 等你就是 他就是要給我旅費 我有錢 我直接可以帶你們出去玩 那我就帶你們 所以我安排好 他就覺得 好像很對不起我 就是做商務場 然後吃我的 喝我的 他最後就把二十萬 轉給我 聰明的老婆耶 對 底氣先有了 他反而覺得說 這樣子好像是有點內疚 對 有點內疚 對 好 所以經濟獨立 到底有多重要 瑞芬你 結果這麼多的個案 你看到什麼 我其實會覺得 經濟獨立 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在獨立的背後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自我肯定 所以他了解自己要什麼 然後他在過程當中 他有話語權 對 然後他有決定權 然後他可以很大 阿沙利的說 我來出 對 他也大方 所以我覺得 經濟獨立 還不是真的有底氣 真正有底氣 我覺得他很清楚 知道我要什麼 而且在什麼時候 我可以怎麼說 或怎麼做 我覺得這才是 真正的底氣 所以最後他老公 還是會二十萬給他 因為整個過程 我知道怎麼玩 是開心的 然後怎麼安排 活動是精彩的 或我的人生 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 了解自己想過 什麼樣的人生 是一個真正重要的底氣 好 你有選擇過 自己人生的自由 就是一個底氣